莉莉和她的老公是同班同学 但是他们所学的专业不一样 莉莉是学服装设计 而她老公是学平面设计 所以当他们毕业的时候 两个人就各做各的工作 慢慢的她老公觉得两个人之间感情越来越好 于是有一天就向莉莉求婚 当莉莉看到老公为她精心布置的场景时 她真的非常感动 所以答应了她的求婚 可是莉莉的母亲却坚决反对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因为她的老公家里非常贫穷 她的父母年纪也比较大 都是靠耕种来补贴家里的生活费用 莉莉的母亲觉得像她这种家庭 根本就配不上他们家的女儿 所以不管她老公说什么 都执意不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终于有一天她的老公突然拿着一个房产证 上面写着莉莉的名字拿给她父母 当她父母看到这一举动顿时傻眼了 于是就同意他们两人在一起 就这样在双发父母办理下 两个人顺理成章的结婚了 婚后莉莉和她老公生活也非常幸福 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莉莉就怀孕了 这让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渐渐十个月过去了 莉莉为他们家生下了一个男孩 这让她老公非常开心 因为当初房产证上写的是莉莉的名字 而且一栋房子需要三四十万才能够买到 于是她的老公没有办法 就在孩子一岁的时候离开家里 自己一个人在外奔波 目的就是想尽快把房子的钱给还齐 于是她老公就自己背着旋律去外地打工 常年都不回家 莉莉一个人在家带孩子 每次出去玩的时候 他们同一个小区的都会问她是不是离婚了 莉莉就向他们解释到自己并没有离婚 她有老公只是常年在外打工 没时间回来看望他们 但是她的老公一直都对莉莉和孩子非常的好 于是有一天晚上 她的儿子突然发高烧 因为深夜里 莉莉一个人没有办法把她送到医院去 于是就给她带了一点退烧药 希望能够让孩子减轻一点痛苦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 莉莉抚摸了一下孩子的头 还是很烫 于是莉莉就给她老公打电话 接通电话的时候 就听见她老公在那边指挥别人干活 很忙 可是莉莉最终还是把孩子的病情告诉了她 希望她能够回来带孩子一起去医院看病 可是就在这时 她老公就对她说 自己没时间 非常忙 而且公司根本就请不了假 如果她走了 就没有人带头干活了 没办法 莉莉只好挂断电话 自己一个人把孩子带去医院看病 就当她哭着带孩子走出小区的时候 心里还在想着 是不是自己的老公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根本就不喜欢自己了 因为他们两个人已经异地分居很长时间了 莉莉根本就不知道她老公现在的生活情况 于是莉莉就想着 总是觉得自己老公一定背叛了自己 才会这样对她 要不然孩子都生病了 她为什么不愿意回来呢 就在这时 她突然看见对面有个男人向她走来 越来越近 莉莉突然发现 竟然是她的老公 然后她老公就对莉莉说 把孩子给我吧 自己一个晚上照顾孩子一定累坏了吧 莉莉当时听老公这样说 眼泪都哭出来了 原来老公在接到自己电话的时候 忙完手同的活就立马坐车 将近六小时样子 赶回到了家里 于是他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去医院 现在孩子也没事了 他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在一起了 她的老公还像往常一样 对莉莉非常的好 就这样他们一家人生活得非常幸福